整個綠的 哇 這很嚴重 我三十多年來這條河流 就從來沒有看過一條魚 你怎麼交代 好像說港湯頭放下來 你不知道哪裡都汙染到 為了解桃園河岸汙染程度 蘋果使用台大教授張尊國 研發的樹脂縮石膠囊 分別放置桃園三條溪流 發現經過工業區的下游 重金屬含量嚴重爆表 所以整個來講 就是這個桃園地區 因為它是一個工業大線 所以它的污染總量是 負荷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明顯的話 就比背景高很多 目前水質自動監測系統 無法測出重金屬含量 環保局只能靠監視器 辨識溪流狀況 在灌排部分的地區 很難有效控管業者 我們目前針對 如果它是韓童的這些事業 它自己要做定期監測 那環保可能是每一年 或者每半年 就是我們會看規模 至少會去一次 環保單位 會不會常常來機場 對 對不對 如果沒有常常來機場 我就這樣排著排著 重金屬你看得到嗎 看不到 你經歷譬如說我的標準 銅15好了 結果我現在排30 我的水底顏色會變嗎 不會變的 桃園工業產值高達2.9兆 連續12年全國第一 在工業高度發展背後 讓桃園沿海面臨生態浩劫 謝謝 謝謝